妄陷 多事虚构 焦虑 在笑背后别舞 选择 默默成熟 压力 来自苛求 抢走 说不顿理由 就算崩溃 也要实际足够 发泄 也似千相偶 我不罢休 绝不低头 尽不罢休 拆穿命运 隐梦 绝不罢休 要成为现世最敬畏的对手 为理想 东奔西走 去世不休 要és除你 像影子 睡 夜你 meeting 但 burada 老大主管 难得在公司啊 今天没去呢 就有回大妈呀 今天先不当大妈了 写写报告 刚刚你支援 那咱们中午一块吃个饭吧 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余经理请够的事啊 请就请 小气鬼 那咱们中午一块吃个饭吧 中午一起吃饭 六三 房总让我中午出去帮她办点事情 我可能中午赶不回来了 要不我改天替你吃饭 改天 那就得请我吃贵的了 行 多贵都请 那我先走了 好 喂 廖莎 是我 灵验 我知道 你中午有时间吗 请你吃个饭呀 你有事吗 有点事想问问你 能在电话里问吗 你是不是不方便啊 你要是不方便 我找你也行 你们公司附近哪儿都可以 那别别别 反正我去找你吧 你发个地址给我 好 好 中午见 我怎么答应跟她吃饭了呢 来 廖莎同学 想吃什么随便点 你 你还是先说你想问什么吧 先吃饭 穿饭咱再聊 你还是先说你想问什么吧 不然这饭我不敢吃 行 那我就直说了 赵凯出轨了 赵凯出轨了 他出轨了 关我什么事呢 你就不关心他跟谁出轨了吗 你这 我为什么要关心他跟谁出轨了 先看看 先看看 你的伤没事吧 就是疲惫伤 早就没事了 你老婆下手也太狠了 小娜 你也看过我老婆的性格 离婚的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快 说什么呢 我催过你吗 不是说你催我 但是总是突然的话 对你也不公平 好啊 难得出来 吃东西 什么都不要想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追于小娜吗 他不会看上你们家赵凯的 你真的不用自作多情 那这视频怎么解释 解释什么呀 声都听不见 能说明什么呀 如果是正常的同事关系 说话用得着这么拉拉扯扯的吗 他们俩在工作当中有过节 吵个架是不是正常的 不是你老盯着我看看什么呢 不是你老盯着我看看什么呢 那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俩的事 赵凯还说于小娜是你闺蜜 看来你们关系没怎么地啊 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事 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 你不用来找我 你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行 你这么说我还放心了 起码证明他们俩好这事 不是你窜着的 你还真是啊 从小到大都不变能 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永远觉得发生的什么事 都是别人要害你 有迫害妄想症是吧 虽然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可是我确定 于小娜还有赵凯他们两个百分之百有事 这是作为一个妻子的直觉 如果你们家方程有任何异常 我相信你肯定第一时间就能 说你们家事啊 别往我老公身上扯 我今天请你来 主要是希望你给于小娜 转达一句话 请她不要再招惹我了 如果再有下次 我就对她不客气了 我说到做到 别人的事我管不着 你要是护着她 我对你也不客气 你 你 你 神经病 女士您好 请问您还点餐吗 不点啊 那请把饮料的钱先结一下吧 多少钱啊 五十八 好嘞 走吧 赵凯 这样您怎么样啊 他怎么样关我什么事啊 不是 你这么紧张干嘛 你俩有些事啊 我俩都有什么事 你什么意思啊 行啊 那我先走了 好的 赵总监 刚才那赵凯管你叫小娜 胡说 他敢吗我不把他嘴缝起来了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拿点资料 你下班了 嗯 那你先走吧 我还得整个点材料呢 拜拜 拜拜 怎么还没走 我也找他聊点事 故事 干什么 唉呀 不可能不可能 是我自己想多了 好 你好 一杯美食 一个三明治 好的 一共是五十八 什么还没吃呢 先花出去一百多 女士我们是五十八 没有一百多啊 我 我没说这个 好的 请稍等 你太多了 海人心 我快跟你见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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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让我中午出去帮他办点事情 我可能中午赶不回来了 要不我改天替你吃饭 改天那就得请我吃贵的了 行 多贵都请 那我先走了 我正找你呢 我正找你呢 你带着吃的 这什么呀 那 你收拾啊 中午不是放你鸽子吗 补偿你的 你这中午谈的什么事啊 还有工夫吃日料 嘴馋了呗 你先吃着我去个洗手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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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 饿死我了 算是 嗯 嗯 我没死了 饭也不让吃 行的 你在干吗 行的 刘小莎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余经理请我吃寿司 你来一块儿啊 不用了 你吃 你找他有事啊 我找他药份文件 他去医生间了 你要不要等他一会儿 不用了 一会儿再过来 嗯 这都上手了 肯定有鬼啊 你干吗去啊 姐 您来了 好久都没见到您了 正好我们刚到店了几个新款 还没上架呢 要不先给您看看 嗯 也行 那您这边请 您请坐 姐 您是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嗯 水就行 小米 你拿杯水 姐 给您 谢谢 姐 那您先稍等 我去给您拿包 好 这是我们店最新款的钱包 您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点事 我改天再来 谢谢 好的 咖啡 怎么回事 人怎么走了 您好 请问您是来报班的吗 我 是 你们这是舞蹈学校是吧 对 您贵姓啊 免贵姓顾 顾女士 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培训学校吧 不用了 你们这不是有那个宣传册吗 一会儿我拿个宣传册看看就行了 顾女士 您家孩子今年多大了 我没有孩子 那您是替朋友来看的 我就是自己看 那您有什么问题吗 我可以帮您解答 我还真有个问题 您说 你们这儿的房子租金一个月多少呀 房租 这我还真不知道 没事 我随便问问 顾女士 您拿一份我们的宣传册吧 上头有我电话 有需要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好的 谢谢 麻烦了 您慢走啊 爸爸你来追我呀 吓我一跳 圆圆 顾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怕摔跤啊你 我在这儿上课 顾老师 好久不见 你 你怎么跑这么快啊这孩子 你们在这儿上课是吧 对对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那个顾老师 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圆圆 嗯 要不然你自己先去上课 爸爸一会儿去找你去 好 顾老师 那我先去玩课了 快快快 快跑步 顾老师 您现在不赶时间吧 还好 要不这样 咱们去那边坐会儿 行 谢谢 谢谢 请慢用 来 顾老师 嗯 我想冒昧地问您一句 您现在还在教跳舞吗 问这个干吗 是这样 汪校长那个舞蹈学校 不是关掉了吗 圆圆呢一直 对新老师不太满意 她总跟我说我想跟顾老师学 我要一定要跟顾老师学 后来我实在没辙了 我就回去找汪校长 想想您的联系方式 但是呢 我找了汪校长好几次 他都不给我您的联系方式 而且吧 他还对我特别警惕 感觉我就跟坏人似的 我要干什么 你看我像坏人 不是 你千万别介意啊 他的性格就那样 好 好 那您现在 在哪家培训机构呢 要不然我让圆圆 转到您那儿去 让他继续跟您学 抱歉啊冯先生 我现在不教课了 不教了 为什么呀 想休息一阵子 休息这儿也挺好的 是的 是的 要不然咱们加个微信吧 等哪天您决定复出了 你通知我一声 微信就算了吧 我暂时不打算当老师了 为什么呀 说心里话 当老师 其实不太有保障 特别是培训老师 太受制于人了 要么是被人炒鱿鱼 要么就是自己的学校倒闭 挺没有安全感的 要不然 就自己当老板 自己替自己打工 这样就不会受制于人了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是让我自己当老板啊 对啊 连汪校长都可以当 你为什么不能当 其实有些事情呢 你只要去做了 你就会发现 其实并没你想象那么难 我真的可以吗 不要反复地问自己 我到底可不可以 我行不行 管他三七二十一 四七二十八呢 不问结果 大胆去做就行了 而且凭你的专业水平来说 你一定可以的 我会考虑 谢谢你能这么跟我说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啊 我就干点小买卖 原来呢 我曾经也是学校的一名老师 体育老师 真的啊 对 那会儿在学校啊 我什么也没想过 就想踏踏实实 就这么干一辈子吧 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我会去经商 后来那机缘巧合 误打误撞地就开始经商了 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现在 也算是 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吧 胡老师 我刚才对您说的这番话 绝对不是套话 只是一点我个人的体会和经验 仅供您参考 我知道 很感谢您跟我说这些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 要去看员员了 好的好的 那我们还是加上微信吧 好 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好的 What 这点 快有道理头 请进 金总 您找我 小董 那您和董董聊 我就不打扰好了 坐吧 小总 刚才我跟小贾聊了一下 我才知道 矿业集团这个项目快做完了 是 但是我们呢 只收到了第一笔款 我这等着给他们发绩效呢 我拿什么发呀 老贾这孙子管 不是 那个 他 你技术总监 他管什么打款子事啊 丁总 您别着急 那边我一直催着呢 昨天他们副总还给我发微信 他们集团等会上都已经签字了 就等着初纳那边排款了 您 您看我跟他不信 行 我不用看 那你也不能放松 这种大集团我最了解了 初纳那边都排着对呢 是 是 你不催他 他就给你放最后 你要一直催 拿到款为止 知道吗 我现在就催 我现在就给副总打电话 啊 怎么了 没接 估计 开会 给挂了 要不直接去一趟得了 您别接啊 放心 放心 您好 我是优型科技的 来找你们副总 那您登机一下吧 刚才那事你们懂得啥 我也不知道 开会 当年轻松的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他主管 我找他了 打电话一天他手机没人接啊 不会他也被警察员带走了吧 你别紧张 小董 我是瞎猜的 我不跟你聊了 我得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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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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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姐 沈芬姐 董博宇 你别跟我说的 那么些没用的 我就问你钱呢 我投入了这么多的 人工和设备 这钱谁付啊 你付啊 该走的流程 我都走完了 人董事长被带走这种事 那我说了算吗 而且您要这么说的话 最早说跟董事长 这货业集团合作 那也不是我呀 那他当时 签这根线的是您的 那要是股份的话 那要是股份的话 算了算了 当然不在您啊 没活干什么 干活去 那傅晓芬呢 他被带走了吗 你找他想想办法呀 傅晓芬出国了 丁总 您别在这儿跟我着急 没用 他出国了我也找不着他 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保证给您个交代 好 您给我个交代 出去 陈哥 我先走了 好嘞 拜拜 拜拜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回家 能去哪儿啊 这么早就回去了 哎呀 不转转聊聊 不行 干了 喂 喂 你不必排资 项总 是你拿下来的 这就是你的功 这公司里谁啊 他都必须得服 他都必须得服 那丁总那性格 你是知道的 他高兴起来 谁都是兄弟 不高兴连狗都骂两句 是不是 你才狗呢 我都这样了 你还管我木脚骂我 你是什么你方程 不是意思啊 来 来 我是想宽慰宽慰 这甲方公司啊 董事长被带走 这属于黑天鹅世界 这谁摊上算谁倒霉 没办法 我跟你说 其实这项目的事 我不担心 本来这不是我的责任 黄就黄了 我有心理准备 我是担心 会有别的问题 怎么了 今天我跟丁总撒谎了 傅晓芬出没出国我不知道 但是他家里没人 手机没人接听 这是真的 我就怕 我就怕他也被带走调查了 他调查跟你有什么关系 老方 就你这个单纯劲 你没当领导真是你的福分 我不明白啊 在矿业集团你不都听见了吗 我跟傅晓芬的事 都被人传着没边了 这个项目 他确实也是力排众议 帮我拿下来的 这已经得罪了人 万一有人到时候 说我们利益输送 我可怎么弄啊 你跟他利益输送 你能输送什么给他 你不就是请他吃几顿饭 送点小礼 那都是公司给他钱啊 关键是傅晓芬 为什么这么帮我 说不清啊 你说为什么呀 因为 他不是对你有好感吗 是 但是我相信 你们之间是清白的 这点我绝对相信 你信我信 别人信吧 别人不一定相信啊 如果人家说 我跟他有什么全色交易 我这顶帽子我在团上干一辈子 你现在这顶帮我 我都参加一切 你再给他 我这儿了 我曾经乱惹是 我都没想啊 你放次了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 那别让我出去工作的时候 谁拦着 没考虑过今天吗 还有你 你在公司白干那么久 你说就你这被人骗来 替人数钱的二哈个气 没我在公司里照着你 你怎么办 你才二哈呢 我告诉你 没你我照样可 我有我们家廖沙 去 你干就这样吧 你去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少顿几年行了吧 我什么都没做 我凭什么去自首啊 这不就得了吗 你什么都没有干 你怕什么呀 真是 你别撤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本来现在下了班就要回家 还是你拉我出来喝酒的 是是是 我错了 行吗 你赶紧回去 我不 你 你再给我开两盆 你别喝了 是不是行 干了 老婆 我回来了 你又喝酒了吧 没 没喝多少 你这还没喝多 你这还没喝多 哎呀 我站不住了你 你 你老婆 嗯 我爱你 你 你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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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爱你 你先洗澡 洗洗干净 我更爱你啊 这乱身的酒气 老婆 今天怎么不洗了 不行 不洗就不许睡觉 那 嗯 你 抱抱我 跟谁啊 学会撒娇了 还要抱抱 跟方程学的 他好这个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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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我 你先洗澡 来 来 来 我喜欢 喜欢 行 别 别 行 好 好 我正好这个 老婆 我洗完了 来了 老婆 来了 洗好了 干嘛 干嘛 你不要离开我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不管为什么 你都不识离开我 你 你 你先松开一点 我长不上气了 来 来 来 睡觉 来 喝那么多呀 今天 喝那么多呀 今天 好好睡吧 老婆 你别走 我害怕 怕什么呀 我怕你不要我了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今天真是怎么了 今天真是怎么了 睡吧 我陪着你 我陪着你 好 今天 我没必须 这一会儿 怎么会可能 早晨 你去那电影 你你会什么 别人 你去那边 我和我 Export 你个人 你去那边 你去的 我跑了 你去那边 我思冷的 你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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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因敷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你去那个 你去那边 你去哪一边 我就陪她喝两杯 这样 下次呢我就看着她 不让她喝这么多 行行行 我知道了 那不打扰你们了 在这儿休息 老婆 你刚才说赵凯和玉娅娜有一腿 不可能吧 一开始我也是完全不信的 林漾那个女的来 跑来跟我说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这死女人是疯了吧 但是 你这样去我的观察 这俩人还真有点猫腻 真的 别让我找这张去 要不然我饶不了这于晓纳 你这么急 怎么干嘛呀 在我眼里 只要不是你和赵凯谈恋爱 那她该跟谁谈跟谁谈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什么还谈恋爱 她那是正经谈恋爱嘛 赵凯有老婆 有孩子 余晓纳 直接就成小三了 你说 算怎么回事啊 你反正我劝你别管 她是我闺蜜 我怎么能不管她 正因为她是你闺蜜 所以你不能管 为什么呢 你们关心再好 但这友情根本就敌不过爱情 这是人性 可是我不能眼睛上看着她 往坑里跳 我都不拉这一把吧 哎呀 不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 这董博宇这王八呢 上大学之前 那哗哗情的那多了去了 那但是我跟她关系再好 我一个字我都没有问过 我就只负责帮她挡挡枪 帮她打打圆场什么的 就到今天为止 她在大学到底谈了几个女朋友 我都不知道 那正因为这样 我们的友谊 才能够一路走到今天 我呸 你那个也叫友谊啊 狐朋狗友狼狈为奸 臭味相逃同流合污 汗泻一气 再来俩成语 舍属一窝 再想想 没了 没有 你就别管这事了 知道吗 你别到最后 那个余晓娜和赵凯没掰 你和余晓娜先掰了 不可能 我跟余晓娜的友谊 是非常坚实的 我们是有正义感的 以为像你跟董博宇 那种塑料兄弟情啊 完全不一样 好了 这件事情不必再讨论了 我管定了 睡觉 去去去 睡觉 睡觉 好舒服啊 大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个人吃这么多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最近胃口特别好 感觉马上都要长得了 你呀就前段时间太累了 内生力失调 休息两分就好了 身体倒没事 就心累 有些人啊老让我不省心 方程又有人你不开心了 还真不是方程 是你 我怎么捏了 我越来越胖 你越来越美 越来越瘦 是人不是人 接话 吃吃吃啊 垃圾短信 垃圾短信 嗯 我 我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事 我给忘了 什么重要的事 就 就 哎 反正挺重要的 那个我回头再跟你细说吧 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啊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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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雨晓娜 你脑子是进水了吗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余经理 正好我找你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马上过去啊 你有事吗 您先忙 那我走了 小小娜 上车 干吗呀 你快点 晚上这儿不能停车 你你带我去哪儿啊 去你家 我家 我不是说了吗 有些人 他也不让我省心了 方程又认你不开心了吧 那你 你今晚就睡我家 好好气气他 突然想翻一番老照片 泛红的故事早忘记好多年 人群中是你笑的最甜 那天的回眸是一辈子的想念 低下头摸着你在指尖 模糊的泪眼重叠着你的笑脸 是不是这样的在向前 让这一段缘再星星念念一遍 一夜风雨来 一树暖花开 会不会在熟悉的季节里 你依然在等待 一夜风雨来 一树暖花开 有没有再错过幸福张牌 我们走得太快 一夜风雨来 一树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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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舍不得 和离不开 会好好地放在心底 一直在 爱 一树暖花开 一树暖花开